好 接下來我想請教您關於國情報告的問題 我想引起句話 幾段話 想請教我們的秘書長 猜猜看是誰說的 總統到國會報告 必須要與立委雙向溝通互動 能夠尋達才有意義 你知道這句話誰說的嗎 太了解 謝謝 我是我們的民進黨總召柯建民 那再問第二段話 如果總統只是來報告自言自語 那麼在臉書上寫一寫 找電視台做獨白就夠了 不要來踐踏立法院 這句話誰說的 我告訴你 也是我們的民進黨的總召柯建民 有建於國會監督的重要 總統到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 必須採取急問急答的方式 否則根本沒有意義 這句話誰說的 我告訴你 還是柯建民總召說的 好了 然後國情報告急問急答 違憲 違憲 你知道這句話誰說的嗎 也是柯建民說的 他搞得我好亂啊 民進黨幫我排解一下好不好 國情報告才急問急答 我現在不講合不合理啦 其他國家有沒有這樣做啦 我要問你們有違憲嗎 因為在立法過程當中 如果委員提了 如果是有逸越憲法 當然有違憲的一定司法院的解釋吧 我要講的是兩件事嘛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的國情報告急問急答 有沒有違憲 不是民進黨說了算吧 不是2012年的柯建民說了算 也不是今天2024年的柯建民說了算嘛 有沒有違憲是大法官會解釋嘛 現在就講違憲 那我現在想請教您下一個問題喔 我當過馬英九總統的發言人 總統府的副秘書長 我主持陪同馬總統 召開記者會 這是無數次啊 你有沒有聽過馬英九的吃到飽記者會 問到飽記者會 有沒有聽過 我告訴你馬總統經常舉辦問到飽記者會啦 就是記者你隨便你問 你問到滿意沒有人問題 沒有人有問題以後 馬總統才離開 好那我想請教您 記者在記者會上 對總統採取即時答詢嘛 對不對 記者會都即時答詢啊 對不對 尋答 算是對總統的不尊重嗎 記者在跟總統即時尋答 算不算不尊重 不尊重總統 總統他本來就總統就 答對了嘛 有什麼不尊重呢 那麼記者在記者會上 對總統即時尋答 是毀線亂證嗎 不是吧 因為很明顯答 這ABC的常識嘛 那我想請問你 那為什麼國會 總統在國會接受立法委員的 即時尋答 就是對總統的不尊重 那為什麼 立委在國情報告後 對總統即時尋答 就是毀線亂證呢 我不懂這邏輯嘛 正想請教你有看過賴清德總統當選人 參選總統的時候到大學演講 來接受年輕人的詢問嗎 有看過嗎 也是即時尋答嘛 對不對 賴總統很棒啊 對不對 我們總統當選很棒啊 即時尋答 有位女大學生當場問了賴清德一個問題 如何解決民進黨層出不窮的貪污案件 引起了滿堂彩啊 那我想請問您 這位女大學生是對賴清德不尊重嗎 因為也是一個等研討 大家到這一個學校裡面嘛 跟學生互動 女大生跟賴清德的互動沒有不尊重 當然賴清德那時候不是總統啦 可是現在總統 就像他是總統 今天如果說 一個女大學生 在這個演講活動當中 他是總統 我跟你及時尋答 叫毀線亂證嗎 也不會是毀線亂證嘛 所以回頭我就要講 民進黨現在一直在喊啊叫啊說 啊這個 即時尋答對總統不尊重 即時尋答是毀線亂證 我不知道民進黨在叫什麼 他是在罵柯建民嗎 柯建民那時候一直喊 你不要 你沒有急問急答 沒有即時尋答 你總統回家去 寫點書啦 不要來了啦 践踏立法院啦 羞辱立法院啦 你去開記者會講話啦 你到那個電視台讀白啦 這是2012年版本的柯建民 所以我就要問 再問你第三個問題喔 你有沒有聽過 這個蔡英文的745事件 氣死我事件啊 什麼叫745 氣死我事件 一個總統有745天 不接受記者提問耶 也是破了我們憲政紀錄了吧 你覺得我們身為總統 國家元首 公開透明 然後對民眾來傳達施政理念 應該是一個很正常的事情吧 秘書長是不是 那我就要請教秘書長 請問我剛剛前面講那個 問道堡記者會的馬總統 然後叫做氣死我的蔡英文 你覺得誰比較尊重民眾知的權益啊 從剛才羅偉的描述說明啊 當然很清楚啦 當然馬總統比較 對於民意的尊重是比較強 謝謝秘書長 那我要跟各位講 為什麼今天我們國民黨團 這麼堅持今天國情報告必須採取這個即時尋答 我先講的即時尋答有不同的方式哦 即問即答是即時尋答哦 一問一答是即時尋答哦 統問統答也可能算是稍延遲的即時尋答 就當場要回答 所以即時尋答是有很多種形式的 這個什麼形式透過黨團協商討論 我覺得是有空間的 也可以給總統一點所謂的尊重 一個空間 黨團協商來討論 但是今天國情報告 讓總統來國會即時尋答 其實最重要的憲政的意義就是 要讓總統不要再發生氣死我事件啦 如果這個賴清德總統上去又再氣死我 745天 875天 不上不來面對記者不提問的話 起碼每年 對不對 他最多365記者會啦 365氣死你啦 365天過了以後他要到國會來 來接受國會的尋答 這是給我們的人民 捍衛我們人民 窒息總統意志 施政方向的一個很重要一個機制 所以為什麼我們今天 我們在捍衛民主憲政的基本原理 所以這是我想說今天跟國情報告部分 我要跟這個秘書長討論 那當然剛前面我也看到我們的那個民進黨的立委提了很多很棒的論點 那我就一一的來救教 我想請問你我們憲法徵修條文 第四條第三項的規定是什麼 對 對 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嘛 對不對 立法院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立法院有選擇要聽總統國情報告的這個主動權嘛 對不對 那我想請問這個憲法裡面有規定總統可以拒絕嗎 因為各位路委員你可以看到第15條之後 就只要我們那個要件的啟動 那當然立法院有決定 我講的是憲法 我還沒有再講所謂的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因為憲法是在法律在憲法之下 我瞭解 對 因為我自己書上也有這樣寫 就是美國每次的一個情形是 美國總統跟國會是有共同的立法的這個權利 那我們這邊的情形變成立法院變成有決定權在身上 對嘛 因為是源於憲法嘛 那是換言之第一個 憲法上沒有總統得拒絕的憲法規定喔 沒錯吧 那第二個那我就問總統可以拒絕嗎 按憲法不是按照法律啦 我講的是憲法啦 因為這一個我剛才也跟羅援報告吧 就是說這一個我們目前的憲法條文的規定是 總統的國情報告決定是在立法院 對 所以立法院就必然依照那個要件 目前15條之後跟總歸了兩個要件 那當然他就會 那我只問他可以拒絕嗎 如果我們願意 立法院遞了國情報告給總統邀請他來 他可以拒絕嗎 他會來 他可以拒絕嗎 他大概不會拒絕 所以翁委員所提的那個 按憲法來講他不能拒絕嗎 當然剛才你講文字上有沒有重複 那是法律文字上我們可以大家討論 但是JP市長剛才確定一件事情 憲法上總統是不能拒絕的啊 所以因此我也不知道民進黨到底在吵什麼 那第二個民進黨一直在講 所謂那個修憲考古 我們現在的憲法徵修條文 確實拿掉了之前的徵修條文 你講提供建言的這個文字嘛 對不對 現在憲法的徵修條文沒有這個所謂的提供建言的這個文字 等於今天總統 我們立法院不可以請總統提供建言嗎 這是相等的問題嗎 這個是如果以剛才中委員他在當場的情況 跟我們在交憲法的情況來說 這個是有意就被省列掉後面那句話 所以為什麼我們現在的十五條之四 其實我直接跟秘書長講 他在做憲法考古我尊重他的考古精神 可是回頭就是剛剛最前面 其實秘書長斬釘截鐵的告訴大家的 就是國情報告採取疾問疾答 或是其他詢答的形式 在立法院我們立法委員要修法之後 是沒有違憲問題的啊 就這麼簡單 要不要違憲問題你今天去大法官去解釋嘛 不是嗎 那你考古那麼多憲法條文 但憲法條文就沒有寫今天不能接受建言啊 不是嗎 所以最後我還是要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的結論很簡單 我非常認同柯建民講的啊 如果不能及時尋答你總統去寫臉書啦 我們都不用審了啦 這個案子不用通過了啦 你來幹什麼啊 踐踏立法院不是我講的 柯建民講你踐踏立法院啊 不接受即時尋答來立法院做國情報告 報告完就走 叫做踐踏立法院 欸 抱歉啊媒體朋友不是我自強講的 是柯建民講的 所以真的沒有即時尋答 我們也不用開這些修法會議 他不用來了啦 因為我也不希望柯建民這麼愛護國家 尊重憲法的我們的柯總召 大家眼睜睜看著賴清德進來 毀憲亂政 踐踏立法院 我不冷心啊 沒有即時尋答 這個法不用修了 他不用來了 去跟蔡英文學 745天不開記者會 那是由得他去 這是本席的建議啦 謝謝您